关注国际的最新讯息 德国总理肖资周五造访北京 他也是G20国家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肖资这回带上了福斯汽车 西门子 爱迪达等德国企业代表访问中国大陆 北京行也将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不过不止在野党喊话要肖资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柏林智库也批评肖资日前允许中资入股 这个战略港口是屈服北京压力 等同向习近平示弱 所以呼吁他要正视中国力挺俄罗斯 以及对台湾的威胁